最基本的圣经真理 也是我好多事都讲的 但是 我告诉我太太 现在我讲的这个题目 跟以前 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 我可以说在圣经的真理 已经升了一级 不得了级 所以今天大家好好的来一起来学习 为什么要信耶稣 当然世界上的人 我才能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选择不信耶稣 但是要预备好 预备好什么呢 我不说了 让他们自己搞 因为你不信耶稣搞什么都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 好像今年我83 83在永远里面 也是进福里 在诉求里面的结果 因为你是永远活着的魂 你不能死 世界上人有很多说不明白 不能死是一个很大的灾祸 有很多人以为死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烦恼 他们以为死了 有一些烦恼 债务什么都接触 世界上这种想法非常愚准 肉身永远活着多好 如果我们这个肉体不会死的 那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的魂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活的魂 意思就是 你是不能死的 在英文里面 Living soul L-I-V-I-N-G Living soul 还有一个 Continue Present tense Present tense 现在 进行事 是我们 中文翻译 现在 进行事 Living 意思就是说 你永远必须活着 问题就是活在哪里 今天 上的恩代我们活在这里 我们肉体来说 我们活在这里 在美国有很多地方 现在 很难活 有些地方 太热 太干 不够水 有些地方 太多水 我们这里 今天恰恰好 最高温度是 81 华氏 81 不是说是 说是就都死掉了 华氏 81 这是我这个身体 最喜欢的温度 我40 50年前来到这里 是60度 是我最喜欢的温度 现在 80度 我进步了 20度 所以也是个很大的进步 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能死的 死不了的 世界上的人也认 死不了 非常好 有时候我在医院里听这个故事 你不需要大喊 你死不了了 你会觉得 很高兴 很高兴 你这个病死不了了 所以 不要忧愁 有时候很高兴 但是有一天 你落在神的手里 你死不了 你死不了是非常可怕的事 圣经记载的 希伯来书10章319 你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 所以那个时候 死不了 是个很大的灾难 有一天 魂要求死 死 远离他们 就是在 启示录 9章第6节 我感谢神人的 现在 我想到一篇讲章 就有很多 新闻 来到我头脑这里 写出来 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将来有一天 我们的魂 都希望 能够死 死了 死了就好 但是呢 死不了 就非常麻烦 这里讲的 死呢 flip from you 逃避 你追不到 因为你是个 living soul 永远不死的 永远都是 现在 进行是 living soul 所以上人带我 我在 香港长大 又是远开始去 英文 就是有这个好处 因为我们有这个 bisect sentence 每一句 我们都要把它分析清楚 魂可能会下地 昼夜 永远 不断 受苦 我常常提这样 好久了 因为有一次 我这个左手 幸违是左手 因为我喜欢打篮球 我左手这里 很厚的地方 中间那里发炎 长龙 很麻烦 很难搞 因为你要等他 烂到这边好远 烂到这边又很远 敲敲在中间 而且痛热用命 一天 可以捡两磅 不需要走动 如果你要减肥呢 这是最好的办法 十天就二十半 你肚子太大 这样一下来 一个礼拜就剪掉了 OK 那你不要这样剪腹 非常痛 所以我到城所 医师 这个往旁边 怎么旁边呢 冰水洒下去 刀子插进去 一下子跳出来 把那个龙挤出来 包起来 回家去 但是我要五年以后 五年以后 才会哭 因为我喜欢打篮球 所以忍不住 再问我用右手打篮球 所以 那个时候 变成训练我一个手 就可以打篮球 但是我这也要绑起来 把它绑起来然后才会好 OK 不然呢 有时候左手一动 又烂掉了又裂出来 极端的痛 非常的痛 在神路在神的手中 是昼夜 不断的 永远的痛 OK 我这个就是 昼夜不断的痛 没有兴趣的 这个痛没有兴趣的 几天你就搞不定了 如果你在神的手中 昼夜 永远 不停的痛 而且是死不了 最麻烦 我们现在 露体上的恩典 我们露体 痛到的地步 为什么 巴伯瓦都知道了 你会晕过去 因为不省人事 那是个非常好的 一种的装置 你痛到的地步 你会晕过去 你没有感觉 但是有很大的折瓷 所以可能你不明白 你会晕过去 如果你重力 不同的 极其的痛 你不会晕过去 天天在你忍受 这种痛 你没有试过 你也求神 圆明 这一辈子 不要尝试 所以你们 那些用针的人 来要小心 有时候 针头那里 如果有什么东西 你赐到了 他在里面 掌门 你就麻烦 OK 神预备了 地狱 报应 撒旦活到的死者 神是公义的 撒旦 生存 他要犯罪 神有办法 收拾他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管他 你可以不管他 他也不能搞你 这是上帝的公平 因为 第一个就是因为 你是活的文 如果你不是活的文 死掉了就没有 他们叫做 不信神的人 死了就如灯灭 就变成没有了 传天下 所有的人 不信耶稣人 都希望 这是实在现实 但是不是这样 圣经也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是活的文 你可以有机会 你可以不信耶稣 但因为你是活的文 不能死的文 所以你必须要信耶稣 因为你不信耶稣 你可能能活到永远 永远受通 第二 因为你入体会死的 这是一个 现实 如果我们入体不死 那也是个好办法 你这个魂就永远 去那路底 不要出来就行了 所以自杀的人 也是很愚蠢的 因为自杀 他的魂 一离开那路底 立刻 阴间 落缘 那个魂离开 肉体 就是阴间 或者落缘 这圣经人讲得很清楚的 还有两个地方去 你这个魂离开那肉体 你就有两个地方去 可能有三个 如果 语 用汉五章 二十八 二十九节那里 将来有一天 在坟墓里的人 要听见主的声音 所以那个魂 有些 可能在坟墓那边 因为你的肉身是 会死 你的魂 必须要去 阴间 或者天堂 如果你不信耶稣 只有一条肉 就到地域去 现在还没有到地域 但是痛苦是一样的 这个很奇怪 我也不明白 我只是照圣经告诉你 在这个路加辉 十六章 二十二 二十三 那里有两个人 肉体死了 肉体死了都埋葬 或者把它 烧掉 在美国这里 布林那边 有一个 Cremation的地方 啪 一下子 最多是三分钟 就化灰出来 OK 你的肉体 小怪 会死的 你的魂 没有地方去 所以他 照着圣经说 他必须在地 或者在天堂 每个人有三分钟 每个人有三分钟 如果你除了这里 是外面 问任何人 你会用电话 问他 你有多少人 没有人知道 外面的人 连其他的基督教会的人 也不知道 他们外国人 没有发现这个 他们没有发现 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 《贴撒尔律迦》 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五章二十三节 撒尔恩带我 我八十三节 我这个点还定在那里 没有整动的 这也是一种福气 因为这些我都知道 有一天 OK 那是我指挥唱歌的时候用的 OK 每个人有三条命 有离 像讲 搞清楚 有离 与 魂 与生子 Spirit And Soul And Body 所以你不能错 中英文都不能错 原文也是这样 也不能错 生子死的时候 离 回了 这就是传道书 十二章节 这就是传道书 生子死了 离要回到神那里去 因为是神借给我们 我们用的 这个不管他信不信耶稣 传世间的人 肉体一死了 这个 神叫他们死 就把这个魂收回去就行了 那个离 那个离收回去 这个肉体就死了 你救不回来了 所以 回到神那里去 肉体要回到神主那里去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传道书 十二章 第七节 神子是已经规定了 全世界的人都 认命 我们叫做认命 有时候有些女孩子 结了婚 我现在我觉得 你可以说 你自己老了 结了婚就讲这个 你不结婚看你讲什么 我不怪 他这样讲 OK 我也告诉他 他怎么说 女孩子结婚是很笨的事情 在现在 不信耶稣 不信耶稣的女孩子 结婚是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 我说的 所以圣经不要查 我说的 你查没用 你可以来给我讨论 我欢迎 OK 为什么 因为你结了婚 你就定了 是这个男人的妻子 这个不公平 我也是不公平 OK 好像我认命 他就叫做认命了 跟着这个男人结了婚 他就认命了 从今以后 我就是这个某某人的 妻子 有很多的女孩子 是一个大灾难 所以你要小心 我说 照现实 上个恩戴我 我这辈子 传福音 没有人能够赶我 为什么 因为我讲的是现实 普通常识经验 还有 圣经真理 所以没得变 除非你不认识现实 现实这样 如果不信耶稣的人 不信耶稣的女孩子 你这一辈子 不结婚 就有妇人 结了婚 有大灾难临头 不管你有钱没钱 因为你 结了婚 就变成 某某人的妻子 你不要以为 这个话很容易讲过去就算了 这个好大问题在里面 OK 身子已经定了 每一个人认命 有一天会死 有没有不认命 有一天不死 没有 没有一天不 连我都会认命 我知道 可能一百五十年以后我会死 OK 我不知道 就胡说八道 OK 而且人家可以这样说我也不介意 怎么认识这个肉体会死呢 身体没有灵是死的 雅客书 二章二十六节 圣经里面写 所以我说 神要把你的灵收回去 你就 肉体不能动 就会死掉 肉体死掉 就是这个魂 麻烦来了 因为他必须 离开这个肉体 去什么地方 最大部分 都是去 阴间 然后预备下地狱 你离开肉体 那个魂 立刻 永远 纵业 受苦了 所以我常常 关心那些自杀的人 非常笨 因为你说服你的肉体 毁灭他自己 你就毁灭你自己的助手 你要毁灭自己的助手 你知道你去什么地方吗 去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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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享受很热 三千度以上 那么热气 天天永远 昼夜 不停受痛苦 所有魂都必须 面对 这个现实 上帝恩代我常常讲这个现实 我看现实这两个事 身体死的时候 魂 可能 去天堂 或者下地狱 来讲详细一点 清楚一点 现在是在阴间 落缘 还没有天堂地狱 天堂地狱 是这个 地球 宇宙万物 毁灭了以后 才是天堂地狱 世界上的 世界上的律法 这个 这个 惩罚 最后 就是 抓到了病人 现在拘留守 经过法庭 然后才是监导 我们只能用这个解释 所以现在没有 所以现在没有 末日大审判以前 现在 阴间 然后在落缘 以后审判以后 天堂地狱 天堂地狱 有一次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这里的监牢 不要轻抗这里的监牢 不要以为 美国的监牢 不是很恐怕 我知道 当兵的人 他们的监牢 一点都不恐怕 因为我的小女儿 设计 在家中设计 兵营里面的 监牢 因为那些不听话的 不守规矩的兵 要坐牢的地方 请他们公司设计 是我小女儿 主持设计 她告诉我 五星放电的方式 那一种的监牢 你不怕去 只是你每天要待在那里 享受五星放电的住宿 但是其他呢 我也去过 我去看 一个人 OK 好久以前 非常 可怕 到了门口 先去报 报名 要 办手续进去的时候 那些人呢 就已经很可怕 不要到监牢里面去 非常可怕的事情 人身体死的时候 魂为上天 来为下地狱 就是这个故事说明 路加飞 十六章这里 路加飞十六章 约翰五章 二十八 二十九 人身体死的时候 他站在坟墓里面 坟墓里面 然后呢 魂呢 得救的魂 圣灵的魂 天使带他到 洛宛那里去 天使 我很奇怪 就有时候 Angels Angels Carry Carry 我们是应该讲 抬出去 Carry是抬出去 OK 需要Angels Carry去 可能是人家结婚一样 好像 借到这个新娘子 一对人 这样上 去那个洛宛 得救的人 然后以后将来上到天堂 财主的魂呢 立刻在一间受苦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做财主了 财主 Torment Torment 就是 而且这个Torment 你不要以为 以后出来审判 就好了 更大的灾难 OK 永远的灾难 犯了罪的魂 将以撒旦 永远在第一 OK 永远在第一受痛苦 这是启示录 20章第10节 这是第2 第1 因为你是活的活 你不能死 第2 因为你的肉体会死 第3 因为你活在肉体的时候 你犯了罪 不是肉体犯罪 不是肉体犯罪 所以你的魂 没有管理好你的肉体 所以你要负责 你是个活的魂 住在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犯罪 是你的责任 发了罪的魂 要接受死的报应 肉体的死跟魂的死 不一样 肉体的死 会流血 会 可能站在坟墓里 可能火化 魂可能下地狱 天堂 暂时在阴间 还有落缘 这个肉体的意思 活的魂 还要去地狱 这是加太书 六七八 如果你要记 这个是最好的计法 加太书 六章七节八节 那边 你照着肉体的 愿望去生活 等着下地 你需要 控制在肉体 听你 不是听他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经过 大脑 去思想 去考量 它叫做 考量 商量 考量商量 这个事情 当怎么做 肉体 喜欢这样 好像我们 每年检查身体 很多时候 知道 甜的东西 不能吃很多 但是甜的东西 好吃 OK 我们要控制自己 要控制自己 肉体 圣经人讲得很清楚 若你 任凭你的肉体的欲望 喜欢就吃 吃吃吃 几天前 David请我们去吃 Red Lobster 好贵 五 五十块钱 美元 遗产 我们打开那个餐馆 进去 我讲了一句话 我太太 笑了最少三天 她们要笑 你有我说什么 有我看见那个现象 非常惊奇的现象 好多 我一打开门 进去 因为他生日好 东西好吃 每一个老男人 进步越怀胎 是一种奇观 我很少第一次看见 这个餐馆一打开 里面在那里等着的 都是老男人 但是呢 最少进步越怀胎 每一个都有 或者是他们好 东西好吃 所以你照着肉体去 如果我照着我的肉体 想吃什么都吃 我可能今天 最少八个月 怀胎这里 各位弟兄 我还记得 千万 这样就要 三个月就行 不要八个月 九个月怀胎 这里 张弟兄你应该不会的吧 要小心啊 我们男人怀胎 八个月 九个月怀胎 很多疾病一起来的 所以要小心 这是我生日现实 为什么呢 也很难受的 所以我们男士们 在这边也专注要小心 要控制 不能给这个肚子太大起 肚子带起来什么都有 什么病都有 不是什么钱都有就好了 叫做肉体 叫做耶稣的教训 魂可以去天堂 所以你必须信耶稣 很简单 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你是个活的魂 你死不了的 你不能说犯罪 我就没有眼看 你没有看 神不给你眉眼看 你要看着 还要留下地 这很麻烦 所以你要负责 第四了 因为你必须 活在地上的时候 像天父完全一样 这是耶稣说的 没有人能够跑 你不信耶稣 你没有办法做到 世界上的人以前 我们没无知的时候 也以为信仰也是 总和信法也不行 因为世界上没有完成的人 这也是人认命的 世界上没有完成的人 特别要讲的 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这是耶稣说的 第一样的罪 读到这些圣经 全世界犯的罪 是什么 不可能 这是第一个罪 耶稣说 你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全世界 一读到罪 不可能 你否定 耶稣讲的话 这是很大很大的罪 所以要小心 你不能说不可能 你一定要想办法 大可能 耶稣说 你必须这样做 你就必须要这样做 你要想办法 耶稣说的话 是可能 所以这是不可能 一下子就想 不可能 就是一件大的罪 这是直接 敌对神的罪 控告神 叫我们做 不能做的事 也就是说 神明明要我死 叫我做我做不到的事 你变成你控告神 那是非常危险 不好的罪 所以要小心 你不能受 你不能 上人恩待我 我现在可以讲这句话 因为我们这里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很容易 非常容易 你信 你信耶稣 受洗 进入基督 你与基督 藏在神里面 搞定了 方法 这我是想了好久才发现 我们受洗 是进入基督 进入了基督 你会用好多的经文 好像第一个 你会用 约翰 十章三十节 也就是说 父与我 原为义 你信 而受洗 进入基督 你就在神里面了 所以你必须信耶稣 你就能够 完全 先提供 完全 还有 你必须在 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再讲一次 传天下 听清楚 没有人能够被他 我看出这个镜头 录清楚 你不在 基督的教会里面 你不信耶稣 信耶稣人 都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说信耶稣 都是撒谎 传天下 任何人 要变 随时欢迎 你不来 我会带你那里去 三个恩待我 放在晚上 OK 传天下 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的人 没有一个 是信耶稣的 我讲了六十年 没有人能够被 三个恩待人 千万不要讲 不可能 耶稣说 你要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 你就要完全像天父 完全一样 不可能也要 其实很容易 你肯听话就行了 耶稣说 你往普天下的传规 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 你就必然得救 如果你不完全 怎么能够得救 如果你不完全 怎么能够到天堂去 你要靠着 在耶稣里面 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不能是一个罪恶 是一个结果 是一个撒谎 OK 也可以认识一个无知 现在你知道了 很清楚 如果你听见我今天的讲道 你就有福气了 像天空完全一样 其实很容易 你找到基督的教会 到基督的教会里面 去信耶稣 你就行了 如果你不在基督的教会 你不能信耶稣 你也没有办法信耶稣 OK 你根本没有办法信耶稣 好的 举例说明 因为我所做的 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 我并不做 我恨恶不喜欢的 我倒去做 若我所做的 不是我不愿意的 我承认律法 圣经的真理 是好的 其实这样 就不是我做的 乃至住在我里头的 最做的 决口推 责任要推掉 是谁给罪住在你里面 我一个问题就搞 different 你可以赖这个 赖那个 妈妈是他的不好 妈妈是他不好 不是我 你可以赖 赖不了的 是谁给罪住在你里面 是你自己 无论哪一件事 我总不受他的下识 我们只受神的下识 不受任何人的下识 我是功课起身 小心这里 英文 因为功课起身 很多人不明白了 小心 I can beat my body make it my slave 我会击打我的肉体 叫他做我的母主 什么意思 我的肉体绝对复仇 我这个文讲的话 这肉体不能造反 也没有能力造反 他必须听我这个文的吩咐 就是这个意思 功课起身 如果我们的表达原则不相同 他英文就非常清楚 I can beat 击打这个肉体 打到他复仇为止 千万不要打死他 打死他变成自杀 因为身体也是打自己的身体 所以要小心 我知道吸烟醉酒 赌钱 淫乱等等 都是不好 但是 他讲 世界上有了来个大事 所以我用一个英文字 BUTT 你不明白就算了 你去查自己 我不告诉你 他英文也是这样 他得把I 给我滴滴滴 然后加一个T在后面 很简单 可能全世界只有我成就要这样用 OK 稍点恩典 不要推荡 第五 知道 你知道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坏 但是你没有作为 OK 这里是个罪落 亚伯书四章十七节 人若知道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 全世界都知道 信耶稣是好的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耶稣 全世界都知道 信耶稣应该依照圣经 每一个传道人都举作一本圣经 但是 除了我们这里以外 他们都撒谎 也举起圣经 他们连教会的名字 圣经也没有 我倒是奇怪什么呢 他们能够骗事也能够骗别人 而且骗得很成功 因为他们常常说 他们参加聚会的人数比我多好多 比我们多好多 那就是表示他们撒谎撒得很成功 我们这里是圣经这一节那一节 这一节那一节排出来的 OK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很多人知道 信耶稣要照圣经 但是 他们警察 教会的名字 圣经也没有 其他的都不需要讲 这是圣经里记载 为什么人的生活环境 越来越坏 为什么不能越来越好 这是不公平 照我们人的愿望 应该是越来越好 好像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以前开始来这一区的时候 差不多找不到地方 可以住 我们预备住在那边的教会的下面 传道人住在地下室那边 他们说那边有空 可以给我们住 站着住 圣经恩代我们玩到了 那个传道人说 你真是有福气 我昨天搬出去 我今天到 他昨天搬出去 我今天到 15010 Sent for everything 我预备就记得 你不要奇怪 我在香港的地址 住过几个地方 我还记得 圣经恩代 OK 为什么我们的身部环境要越来越坏 特别是现在 很可惜 现在的人 特别是我们想传美国 现在的人越来越坏 我常常感谢神恩典 50多年前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碰到很多很好的美国人 他们要化成的事就是不是就不是 很良善的 彼此帮忙 来互相帮助 都是非常好 从来没有人骗人的 车停在外面也不需要锁的 现在你常常要小心锁的门没有 就是很烦 为什么居住人越多就又坏 居住人越多应该又好才对 为什么又来又坏 结论了 圣经里面有二十次有祸 根据新古记本 有二十次有祸 只有一次是我有祸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真的很高兴 二十十九次都是你们有祸 只有一次是我们有祸 哪一次呢 看着吧 精彩 因为我传灰也没有口话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灰我就有祸 就是这句话 叫我传灰一辈子 就是这句话 很简单 因为圣经里面有十九个 你们有祸 你们去查马太二十三章里面很多 然后这里有一次 使得保罗说 我传灰是不得已的 因为我不传灰 我就有祸 虽然很多人 如果他们遵循这句话 到处传灰 就算他们不信耶稣 也不会坏到到处丢落石 有一点良心的人 也不爱到处丢落石 就是丢落石这样 就已经好了很多 不信耶稣的基督人 要等着下地狱 因为他是一个活的魂 因为他肉体会死 因为他的魂没有控制他的肉体 因为他没有信耶稣 特别是没有照着圣经信耶稣 你必须要照着圣经信耶稣 然后你才能够有福气 不听从主耶稣命令传灰的人 也是个罪吗 圣经里面说 我有祸了 若无不传灰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 要好像我这样 读到这句话 我一辈子传灰 有一句话会救你 腓立比书第四章 十五到十九节那里 他那里有一个字 partnership 我把它抄下来在这里 partnership 他们筹款的人 常常喜欢用这个经文 partnership 所以我们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有一项叫做奉献 奉献支持传灰 就在传灰的事工上面有份 所以我每一次 请某某人 领思 请某某人 读圣经 我才感谢你 一起做主的工作 这是主的工作 我们一起做 这不是成人的工作 这是主的工作 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好像有人离开这里 我是告诉他们很清楚 他们是离开基督的教会 他不是离开我 OK 这个partnership 所以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你应该施行奉献的功夫 你就在这个传灰上面有份 这是这里做的 OK 你可以把它读清楚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座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 给他们施行 传天下 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做 连女士们也可以做 如果你没有男人在那里 有人需要施行 需要受洗 你也可以给他施行 所以说所有的人都可以 OK 当然有男子 男子是最好 圣经人说 主的工作是男人带头 好像所有的长老 都是男人 你要怎么样投对 公不公平 那你自己也搞 这次我就照圣经告诉你 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理会存在 直到世间末了 OK 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 上个恩典 完毕 希望大家清楚 为什么我必须要信耶稣 因为你师父活得活 因为你不完全 像天不完全一样 因为你的魂不要去地狱 所以你必须要信耶稣 而且要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圣经里面也有句话 在启示物里面 在主里使的人有福气 为什么有福气 这种人是离开世界上的牢狐 然后到天堂牢园那边想福气 退休了有个安稳的地方 那是有福气 但是你必须照着圣经信 在现实上面告诉我们 只有基督的教会有这个机会 好 我们地头祷告 天父 我感谢赞的你 把圣约真理写下来 今天我们两天以后的人 也可以照读照做 我们真是有福气 我们蒙你的恩典 保守我们 呼召我们 把我们招聚在一起 按照圣经敬拜 请你继续的引导我们 保守我们 我祷告福耶稣基督里面 谢谢